台南一家甜点店被顾客留了一心负评之后 竟然直接公开顾客的名字 还推出以顾客姓名为主题的活动 促销店内的提拉米苏 但天文一出引发了顾客不满 也有网友觉得不太恰当 眼看风波越演越烈 甜点店老板也出面回应 先是道歉 接着说希望顾客不喜欢可以反应 因为留下一心负评 对店家来说真的是永久伤害 可是各样甜点有芒果和提拉米苏 看了就让人口水直溜 这些精致甜点出自台南一家甜点店 现在却爆出消费周分 留下一心负评写下芒果 像是没熟硬菜口感极差 店家看见也气扎回复 其他人都没问题就你有问题不孤单吗 就是这句话也让顾客的家人 吞不下这口气流言反呛 店内的提拉米苏真的难吃 双方隔空交火一发不可收拾 用名字有点过分 你有反应过然后他不处理 你打一颗心OK 但是直接用评论做反应的话 一颗心太低了 民众听闻看法两机 后续店家也继续回击 在社群网站发文 用谢谢某某顾客 作为活动主题1.9天 提拉米苏全面特价 疑似反风做法曝光 马上引发热议 多数网友觉得拿别人的名字开玩笑 真的不恰当 眼看风波越演越烈 甜点店老板也出面澄清 当下确实会气愤 因为他没有透过我反应问题 就直接留一颗心 给店家的反应机会都没有 当然我有做错的地方 我就道歉 他也接受 店家事后也在社群网站 po文道歉 因为一颗心负贫 掀起论战 食物好吃与否 每个人都有不同看法 恐怕只有理性沟通 才能少掉不必要的争议 记者黄富奇腾的采访报道 是不愿意的 请不愿意的